虽然结婚的人没有减少 但是台湾已经成为亚洲的高离婚率国家 根据统计近十年来 台湾的离婚率是节节升高 去年就有将近四万对的夫妻离婚 平均是每13.5分钟 就会有一对夫妻分到扬镳 这样的现象显示了什么样的社会变化 走过婚姻的人怎么样看待婚姻 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坐下几十年 没关系 坐下来 勾住老公 先抱老头的腰 现在中肌运作 大哥 打击了来吧 你跟你现在大概认识多久了 然后才去年纪 四年多 然后为什么要去结婚呢 就感觉两个人个性还蛮合的啊 然后他对我还不错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哦 就是说要不要结婚都会考虑很久啊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考虑很久才觉得你要结婚呢 嗯 也是有犹豫的啊 但是结果你还是觉得大概结婚比较好吧 结婚是人生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抉择过程 嗯 给我的感觉 结这个婚婚我觉得是因为 本身给自己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家庭这样子 有个归属感 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就是有一个温暖的窝窝这样子 我想没有结过婚的人的年轻的人都会觉得一定要结婚吧 可能多数的人会这样想啦 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可以不用结婚 但是主流的价值还是觉得一定要结婚 这大概是很难避免的吧 可能年轻时候觉得说要找一个伴然后要有一个家 那就一定要结婚 就把这两个事情划等号 冯仙贤是一个媒体主管 也是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她在七年前和先生离婚之后 就组成了一个只有她和小孩的新家庭 对于冯仙贤来说 结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而她的学习心得是 结婚未必是幸福的归宿 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想结婚 理由很简单 我觉得我很累 我想要休息 我觉得说要找一个人来照顾我 然后要有一个家 但是发现结果正好相反 结婚以后你的生活更累 不仅是体力上面更累 心理上面也更累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关系没有调得很好的话 然后也没有休息 而且我慢慢觉得家的定义 其实并不是需要有婚姻才有家 一个人他觉得很舒服 他可以休息的地方就以后有家 为什么结婚比较好 基本上感觉上可能是这样感觉比较安全感吧 这样感觉比较安全感啊 不然好像有种不确定的感觉 本来好像应该是这样 然后由法律来保障那个承诺 可是我觉得事实就会变成正好相反 就因为它变成是社会的主流价值 是法律所保障的 那个承诺就会变得形式化 好像变成一个责任跟义务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效的承诺 是发自心理的 就是你自己愿意 而且两个人要能够持续维持这样的承诺 其实需要很多的努力 是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可是我觉得结婚正好会是人 会是使人放弃努力的那个东西 它反而会让那个努力慢慢的消退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完全不认为结婚是必要的 我觉得它甚至于是 是一个关系的阻碍 在我来讲我不觉得说结婚 结婚就好了 就是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你就可以开始不用干嘛 我觉得那是 我会觉得说 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会很努力地去经营你这份工作 你这份事业 那可能在我来讲 我会觉得说 其实家庭才是真的到一辈子的 那我会觉得说 那我应该 其实我最重要的是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觉得它还是需要经营 我不认为说结了婚之后 有一个形式 大家就可以在那边随便啊干嘛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人才是真的 外面的人怎么变 这个人可能 就是会支持你的那个人 那怎能不好好经营你 胡音梦也是一个走过婚姻的单亲妈妈 两性关系对她来说 是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根据她的观察和体验 胡音梦认为 大部分的情侣或者夫妻之间 真爱的成分很少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没有给予爱的能力 也就是说内在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种匮乏感 因为从小的教育得到的爱不够 或者说我们人类也许在先天的本质里面 就是内在是一个匮乏的状态 所以在两性关系里面 你会有一个强大的要 需要这种欲望 就是希望对方能补足你的空洞跟匮乏感 所以出发点是要 那当他出发点是要的时候 那一定会引发 非常强烈而深刻的占有嫉妒 恐惧不安全感 怕受伤害 或者是两性之间的那个权力的一个抗争的过程 你会去对这个人产生一种爱的一个诱因 一个起点的冲动的这个能力 可能是匮乏感所造成的 但是你跟这个人 这个下一步 这个启动以后 下一步这个行走的这个路子 他就不是按照一种匮乏感所造成的了 他觉得对于这个人他的 你很熟悉他的一些东西 他也会很熟悉你的东西 有时候那个你对他付出 你会得到满足 你会得到满足 因为你对他付出 然后他快乐你会快乐 这种东西我想不是匮乏感所造成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爱不是只有占有 对啊就像他刚刚讲你看到 你一个很喜欢的的人很快乐 其实你真的也很快乐 不单单是说我把他抓住的时候 我才会很快乐 对啊而且其实 我那时候我有告诉我自己 放长线钓大鱼 真的你把他抓得越紧 要我也跑啊 我也不喜欢整天被绑住啊 对不对应该是我牵着你的手 我们去海过天空 而不是我私自被你绑在家里面 我觉得那种爱 好狭隘 而且有点恐怖 齐世伟是一个不孝的英文老师 二十年前 他在跟先生只有认识两个月之后 就结婚了 翻看当时的新婚照片 所有对婚姻美满的憧憬和期待 都写在这对新人的脸上 没有想到 这桩婚姻为他带来了 永难磨灭的痛苦记忆 个性不可是很主要的原因 譬如他很外向 讲得不好听就是花天酒地 不管是在家庭的劳益方面 或者是经济的负担方面 我觉得我一直在付出 然后又甚至于 我只指望说我们能够和谐相处 他对我好一点我也甘心 可是好像连这一点 我都是一种奢望 他会动动发脾气 因为他有时候也会 大概他自己的压力吧 他的债务啊什么 会给他造成压力 那他就会情绪不好啊 那所以那个家庭气氛就不好 所以常常觉得很伤心难过 齐世伟生了三个女儿 并且负担了家里的主要劳务 但是在婆婆和先生的 各种压力之下 他几乎瀕临崩溃 幸好十年前的一次 出国进修的机会 让他重拾了信心 而跟先生的婚姻 他曾经努力过 但是最后还是放弃了 其实我们的离婚手续 两三年前就办了 然后我们到最近才真正分开 我们在这个中间 我说是新童居时代 这样子我说 如果我们能够好好过 我也愿意 我很愿意跟你白手偕老 我一直记得 那个古诗里面的 子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觉得那种情境很美 可是再一直尝试的结果 最后还是失败 那我现在觉得我努力的很够了 我付出的也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无愧于心 这点觉得比较坦然 由于人格的阴暗面 最容易在亲密的 两性关系当中曝露出来 而且不见得是理性 所能控制 所以胡一梦认为 两性关系对人来讲 其实也是难能可贵的修道场 而婚姻制度往往构成了 不必要的阻碍 它是一个难能可贵的道场 因为你有一个更多元的机会 去观察到自己的 潜意识底端的真相 在其他关系里面 没有办法引发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说婚姻制度 与其用婚姻制度来巩固 跟保障人的占有嫉妒 或者是要求取安全的欲望 不如应该要突破 这个婚姻制度的局限 因为一对一的一个 签了这个合约之后 一对一的关系就是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而且永远不准你变 那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本身 其实是在拱固保障 我们内在的这些 要保护不安全的 或者自我保护的这个欲求 其实我也不知道结婚的意义在哪里 对 这个有的人都自己去找到他自己的意义吧 这个我真的也不知道 我不晓得人生结婚意义在哪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真的有这样子 不过当然有可能就是说 法律规定这样子吧 才取得某种正当性 我相信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除了在一种制度上 社会上 其实在法律上 它也有它的一个功用 不只是说我们两个人 以后我们的下一代 也会因为婚姻这个制度的 法定的这个效用 它也会有一个 一个力量在 而且就拿满这个房子来说好了 结婚以后才可以申请到 国财补助贷款好处很多 男生就不行 对 而且你结婚以后在一起的 感觉是很轻松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 这种十年 在摄影机前面墙有点害羞 我们也没有真的发生什么婚前信息 所以这个 也许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吧 你可以想要这个情况 比如说有个part 你很喜欢去那边 那边这样很特别 去那边都很爽 卡维波对两性关系 一向保持开放的态度 他认为 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中 家庭形态也应该多元化 容许单身 单亲 同治家庭等各种人际关系的组合 而不是以异性恋 异服异其制的家庭为唯一正统 连带的对结婚 离婚 也不用赋予太多的道德色彩 我们人的一生我们要有的期待 就是我这一生 我可能生下来就觉得说 就好像你这一辈子你会面好不同的学校 你会换不同的工作呀 你也可能就会有多次的婚姻 那就是人生中你可能必经这阶段 当然有的人喜欢他一辈子只接一次婚 那是他的一种选择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教育和文化里面 不应该去灌输说 只有接次婚才是最正常最好的 我们要接受这个多次婚姻的观念 小孩子从小就知道 你就说结婚离婚很正常 你跟一些你所谓没有血亲的关系的人 住在一起也是很正常 其实我刚刚就像我刚刚讲 婚姻制度它可是一个人为的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的一条路 我觉得像那种 考古学家我觉得他就不适合 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两个彼此觉得很不错 然后也不会说真的去伤害到别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应该尊重他们 婚姻制度里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到底它是真正两个独立自主的生命 在一个关系里面 彼此更能袒露自己的真相 更能够把自己的人格阴暗面得到转化 透过这个关系得到转化 然后透过两个人的合作关系能够更成熟 还是说这里面根本在助长依赖 病态的依存 或者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心态 你提供给我我所需要的 我提供给你你所需要的 只是一个供需的一种交易行为而已 我们要看到的是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更深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那个制度的问题 如果婚姻制度里面 双方真有诚意成长了的话 那婚姻制度当然是非常好的 可是如果在没有婚姻的一个关系里面 双方也有诚意能转化自己 那也是很好的 虽然有不少人羡慕婚姻美满的伴侣 但是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决定不结婚或是选择单身